宋老师 宋老师 吃饭了 小语 你来了 你赶紧过来趁热吃 小语 你该不会开小差了吧 我嫂子白天黑夜地盯着我 我要是不开小差的话 能来得了吗 怎么 你不欢迎我啊 不是 这教书也需要成就感 看到秀宇你进步这么多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只是我心中老觉得别扭 这老实教学身 本来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 结果现在搞得 王小荣 你干什么你 姑姑 你到这儿干什么呀 大人的事情不用你管 回去不许给我胡说八道 听见没 宋老师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男孩子嘛 难免贫一点 你赶紧吃吧 饭菜都凉了 妈 这两天秀宇心情好点吗 还不都怪你啊 一会儿叫蛆 一会儿又不叫蛆 成天给我长得麻烦 一直到这几天啊 总算是偶尔笑一笑啊 我发现这秀宇脾气要俱起来 也挺够呛的 可不是嘛 秀宇年纪也不小了 你在外头走动的几乎多 如果碰到合适的 多帮他留一留 总是要有个归宿的 我知道了 妈 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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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芳姐 看到秀宇没有啊 我安排他跟阿豪一组劳动啊 没有啊 阿豪正在怒气冲冲地找秀宇呢 说秀宇啊 最近总是偷懒开小差 一下子一转眼的就没影了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啊 妈 别着急啊 我跟芬芳姐去找找 走 我知道姑姑去哪儿了 你见到姑姑了 她上哪儿去了 她每天都跟那个宋老师在一起 秀宇 秀宇 你是不是在里头啊 秀宇 宋老师 还是让我自己来面对吧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秀宇 我不是不让你来的吗 怎么不听话 宋长文 你老缠着我们家秀宇干嘛 你知不知道会影响她 不关宋老师的事 是我主动来找她的 可是 你嫂子不是不让你来读书了吗 妈 你们来得正好 我也有话要跟你们说 我就是喜欢宋老师 我们男未婚女未嫁的 就算真的在一起了 又有什么不对的 哎呦 行了行了你 你一个女孩子家说这种话 走 跟我回家去 妈 走啊 宋老师 秀宇 替你妈的话 给我先回去 哎呦 走啦 你丢你丢人哪 你还不害臊 吃瓶 小龙 走 简直是鬼迷心窍了你是 居然当着一个男人的面 说这样的话 这要传出去 叫妈怎么做人哪 你自己怎么做人哪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都二十多了 喜欢宋老师 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 你听听 她说的是什么话呀 妈不知道你年纪大了 该出嫁了 你问你嫂子 妈比你还着急呢 可哪有像你这样的 连对方的人品家事 都没弄清楚呢 怎么我们王家的闺女 都嫁不掉了吗 宋老师挺好的 我就是喜欢宋老师 秀宇 你怎么你 妈 妈 别生气了 我想清楚了 明天就向县里打报告 让这个姓送的走 嫂子 再这么待下去 会闯出大祸 我没说非叫她走不可 我的意思是 总得知道 对方是怎么想的吧 妈 这事你就别管了 是我把她招来的 我送她走 淑平 淑平 嫂子 秀宇 你看看你 我话都没说完 人都走了 真是 徐主任 你该不是为了之前 李玉玫的事 和宋老师闹矛盾 才邪嫌报复吧 我也觉得你不是这么小心眼的人 那么为什么好端端的要打报告 调走宋老师呢 村长 宋长文他是来做扫盲班的老师的 可现在姐妹们都忙着劳动 扫盲班根本就是成效不佳 办不起来啊 没错 这个扫盲班是没办起来 可人家宋老师也没有闲着呀 我觉得 他这个参谋的工作 还做得挺称职的 平时他帮着咱们抄抄写写不说 前两天 我正在为姐妹们不能出海 生产队 又靠着那一点点汉田收入的事发愁呢 可人家脑筋有多灵光 马上就给提意见 既然不能出海 那何不改成在陆地上发展呢 陆地上 宋老师建议 我们可以在岛上的荒地上养山羊 养山羊 我们谁都不懂啊 不懂可以学啊 你有空看看 写得还真不错 原本我以为 他只是随口一提 没想到不到三天的时间 他就把他给规划出来了 我已经决定让他 再仔细地评估评估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先找个地方事办 先建一个小洋社 这读过书有文化的人啊 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 村长 你先看看我这个报告 你打的报告 我先退款给你 你再考虑考虑 徐主任 既然都是为人民服务 多看看宋老师的优点 当干部的 能够知人善任 才是老百姓的福气啊 徐主任 之前我们村长说过 我想在岛上盖洋社 养山洋的事 你看 我费了好大劲 才从县里 建了几本 有关序幕的书呢 看来村长是没有跟你说过 没关系 那我就当着徐主任 您的面跟您汇报一下 庆永福 你想干嘛 我说过的 却永福早就死了 我知道 之前你想带着姐妹们出海是吗 可问题是 那真的太危险了 如果这养山羊的事 能够行得通的话 这不单单只是为了你 也算是我对岛上 姐妹们的一种补偿 我知道我罪甘万死 真的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 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 你知不知道 你装模作样的样子 简直让我恶心 你去问我夫是什么东西 我能不知道吗 许舒平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随便你准行 我答应村长 晚上非村里会帮忙的 未经许可 奶ère 崙瓦瓦瓦瓦瓦瓦 徐书瓶 为什么总是要这样对待我 小宋 村长 下午在村里 遇见书瓶了吧 遇到了 我遇见他的时候 徐书瓶正要回家呢 我遇见他的时候 我遇见他的时候 徐书瓶正要回家呢 你怎么知道 不许主人 他就不许主人 你怎么也知道 为何 你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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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村长 我和村长 你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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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我 你带我 你带我 怎么说呢 咱们是爷们 那我就直说了 你也是知道的 咱们这个村子几乎都是女同志 尤其是她书平 脾气特别冲 我刚调来这个女人堆的时候 也经常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事 村长 您说的我懂 咱们都是替公家办事的 凡事别往心里去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东西收一收 别再做了 到我那儿去 咱们哥俩喝两杯 可是我这还没玩完 没事 又不是什么急镜 明儿再写吧 你老是这么 帮我加业班的 我也该好好为老为老一样 好好好 那我收拾收拾 咱们边喝 我顺便向村长您报告 我关于盖阳舍的想法 村长 我仔细想过了 咱们这儿呢 每年夏天都会有排风 所以杨舍一定要盖得牢固一些 而且呢 这岛上全都是古老石 我打算就利用这些古老 你不是说咱们边喝边聊的吗 是是是 村长 您请 走 好 好 好 谢谢 来 拿着 好 谢谢 过去点 下一个 好 最近怎么没见你给松老师招了午饭 像这种伺候教书先生的活儿 用不着我操心 有人替我抢着干呢 是吗 谁呀 以前我总以为我阿豪 是个敢说敢爱的女中豪杰 可跟现在的时髦小姑娘一比呀 我还真没她们脸皮那么厚 你说谁呢 谁 谁贴男人 我说谁呗 你别太过分了阿豪 都干嘛呢 好 秀玉啊 来来来 来喝个粥啊 来来来 喝点粥 喝点粥 秀玉 上午干嘛去了 我问你话呢 来 你不是让我下地去了吗 是啊是啊 秀玉一上午啊 都跟我在地里干活呢 是吧 秀玉 秀玉 淑萍啊 这锅里的粥应该不够了 来来来 你帮我去伸点火 我们再烧一锅啊 啊 哎 枫芳姐 嗯 你把菜切去 我去吧 哎 嗯 秀玉呢 嗯 刚才不还在这儿吗 那她还能去哪儿 还不是没皮没脸的 去找那宋老师去了 啊 秀玉 嫂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不听话呢 你到底想怎么样 昨天妈在场 有好多话我不方便说 本来那些话不就是说给妈听的 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喜欢宋老师 我要怎么说你才明白 这个宋长文 不像表面上看上去这么简单 我实在不明白 宋老师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嫂子 你听我一句话 如果你非得跟宋老师过不去的话 那就是跟秀玉过不去 秀玉 你怎么这么死心啊 啊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现在是午休时间 我想见谁是我的自由 以后 我会按照队长的规定 准时上宫准时下宫 绝对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的 不许去 跟我回家去 宋老师 宋老师我来了 给我走 宋老师 你放开我 宋老师 宋老师 我来上课了 宋老师 我们进去上课吧 我 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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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嫂子 对我还是有很深的误会 宋玉 不用为我的事担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我不是在担心这个 昨天在我妈面前 我把话说多了 我知道 宋玉是为了想帮我 一时心急才会这么说的 要不我看这样吧 你找个机会 帮我跟王妈 好好解释解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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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老师 你能再答应我一件事吗 修语你说 你能不走吗 修语说得对 我现在还不能走 我还有许多 想在这个小岛上完成事 我都还没做 童老伯 我这么跟你解释吧 现在县城里每天呢 对羊肉的需求量虽然不大 可都是外地提供的 如果我们事办羊舍 养羊的是能够成功的话 那这对我们岛上的帮助很大 童老伯 您听了半天听懂了吗 懂啊 真有什么不懂 不就是找块皇帝养羊吗 嗯 我们这儿 世世代代都是靠海为生 养羊 谁懂啊 童老伯 这养羊的技术问题呢 您就先别操心了 县里头有专家愿意协助我们 现在最关键的是啊 我想用古老石盖做小型的羊舍 我听秀玉说过了 这您可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当初我们岛上许多民物房 都是您帮忙盖的 那当然 你 问这个干什么 你不是个教书先生吗 教书先生不好好教书 哪来那么多花样 不是童老伯我 宋老师 这不也是好意吗 之前 我嫂子吵着您 要带姐妹们出海捕鱼 宋老师的意思是 如果能够养羊的话 姐妹们不用捕鱼 也可以有收益的呀 是啊 这村里谁不知道 就您童老伯 最监夺识广了 所以啊 我才带宋老师来找您的 那你们俩找我 到底想干什么呢 童老伯 是这样 村长已经答应我 让我找个地方 试盖羊舍养羊 所以我们才来找童老伯 希望您可以帮忙 童老伯 您就帮帮忙嘛 我呀 没空 没空忙着呢 您忙什么呀 盛产队里的活 不都是芬芳姐在干吗 我 我肚子饿 等着开饭行了吧 你 好了 秀逸 童老伯忙 我们就不打扰了 等哪天童老伯 你不忙呢 我们再来打扰童老伯 秀逸 没关系 这件事情通过之前 我还有很多筹备工作 还记得了